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的布鲁斯多德夫人倡导的 1909年多德夫人参加完教会的母亲节感恩礼拜后特别的想念父亲 有感于父亲在养育儿女过程当中付出的爱和艰辛 她将自己的感情告诉了教会的瑞玛士牧师 希望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纪念全天下伟大的父亲 在获得了各教会组织的支持之后 之后多德夫人随即是写信向当时的市长与州政府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并且建议以她父亲的生日每年的6月5日作为父亲节 对方在采纳这一建议的同时 把日期改在了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1910年的6月19日 多德夫人所在的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 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父亲节的庆祝活动 在差不多的时间当中 美国各地其他城镇的人们也开始庆祝父亲节 最后这个节日逐渐的流传开来 当时在父亲节这天 凡是父亲还健在的人 都会在胸前佩戴一朵红玫瑰花 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 而父亲已经过去的人 则是佩戴一朵白玫瑰花 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无限怀念还有哀思 现在父亲节已经是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地域不同 类似父亲节的节日日期也并不相同 比如说俄罗斯是2月13号 丹麦的父亲节则是6月4号 而中国、加拿大、英国、美国等 则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虽然各国有不同的庆祝父亲节的方式 但大部分都与赠予礼物、家族聚餐 或者是活动是相关的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适合送给父亲的礼物 首先是茶叶 很多的父亲以备的人都喜欢喝茶 与家人朋友围坐一桌 品茶聊天是一种常见的社交方式 相对于烟和酒来说 茶会更加的健康 茶叶当中含有茶多酚、儿茶素和茶氨酸等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降低血压 调节血脂和降低血糖 茶叶有很多的种类 比如说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 可以根据父亲的口味来进行选择 或者是直接送一套不同种类的茶叶 如果决定送茶叶 也可以考虑搭配一套精美的茶具 来提升礼物的整体品质还有体验 智能手表也是非常适合作为父亲节的礼物 智能手表能够实时地监测心率、睡眠质量 还能够记录每日的部署 帮助父亲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智能手表还具有时间的显示 天气查询等多种的功能 这些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的实用 而且智能手表作为科技产品 能够给父亲带来新鲜的科技体验 为了让礼物更加的显心意 可以为智能手表来搭配几款 不同材质和颜色的替换表带 让父亲可以根据场合还有心情来进行更换 总之父亲节送智能手表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既实用又贴心 按摩椅也是很受欢迎的父亲节礼物 按摩椅可以提供全身的按摩 从颈部、肩部到腰部、腿部 全面缓解身体的疲劳和压力 有了按摩椅无需预约或者是外出 父亲在家就可以随时享受按摩的放松和舒适 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送太阳镜作为父亲节礼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特别适合那些喜欢户外活动 或者是需要经常驾车的父亲 太阳镜可以减少强光和炫光 对眼睛的刺激 尤其是在阳光强烈的天气 能够保护眼睛 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缓解眼睛的疲劳 无论是钓鱼、爬山还是其他的户外活动 太阳镜都能够提供保护和舒适感 一副时尚的太阳镜不仅是实用 还能够提升父亲的个人形象 注意根据父亲的脸型和风格 来选择合适的镜框款式 提升佩戴的效果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父亲的睡眠时间会普遍的减少 而且多半是容易惊醒多梦 影响了睡眠质量的因素 除了外界的干扰、心理因素和饮食等等 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枕头 优质的枕头可以减少夜晚辗转反侧的几率 有效的提高睡眠质量 促进机体的修复和人体的健康 记忆枕支撑力度均匀而且有力 可以贴合人体颈部的曲线 舒缓颈部疲劳 放松颈部的肌肉 而且能够迅速的适应人体的睡姿变化 有助于保持深度睡眠的模式 不容易惊醒 因此在这个父亲节 也可以为爸爸来挑选一个优质的记忆枕 皮带是男性日常穿戴中必不可少的配件 无论是工作、休闲还是正式的场合 都需要一条好的皮带 因此皮带也是很适合送给父亲的礼物 选购的时候 根据父亲的穿衣风格来选择合适的款式 比如说经典的黑色或者是棕色皮带 设计简约大方的皮带 能够搭配各种的服装 为了让礼物更想新意 也可以搭配一套配饰 比如说是皮夹和钥匙包 与皮带相呼应增加礼物的实用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爸的身体可能是不如从前了 因此很多人也会给爸爸 买各种的保健品作为礼物 不过在买保健品的时候 一定要先了解他的身体情况 比如他的有关关节疼痛 或者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可以选择含有钙 维生素D等成分的保健品 除了为老爸选购保健品 也可以在父亲节这天 陪伴爸爸去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体检之后 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进行调整 还有改善 此外 对于那些爱读书的爸爸来说 一本心仪依旧的图书 也是一份很好的礼物 根据爸爸的兴趣爱好 选择适合他的书籍 比如说是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相信他会非常喜欢 对于热爱厨艺的爸爸来说 一套高品质的厨具 也是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是智能烤箱 不沾锅等等 都是爸爸在烹饪时 会用到的实用礼物 总之呢 父亲节送什么礼物 要根据父亲的需要和喜好来选择 最重要的是 让爸爸感受到自己的孝心 还有爱意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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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